今天受邀来参观Evergland的楼盘项目 结果没想到是给我们租了一辆Limo来参观Campy走廊 他们Oak House的项目是位于41街和Campy Street上的20多户的Town House 这仅邻着全城瞩目的橡树林项目 以及41街天车站 西部之外还有温哥华最大的Liquid Store 可以想象日后的生活有多么的便利 既然沿着天车站 那么Marine Way肯定是需要来打卡一下的 大同华Shoppers Simplex电影院咖啡馆等等应有尽有 贴心的帅哥还帮我们买了咖啡训练 继续上路 小伙伴们沿途欣赏的美景 幻想着自己当包租婆的生活 今年奥斯卡可真是欠Iris你一个影后啊 堪比街上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区 那肯定要数25街这里啦 老字号的春秋火锅啦 还有16街附近的这个JJ定咖啡馆 以及这家非常好吃也超出篇的冰激凌店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现做的冰激凌卷筒呢 难怪这么好吃 结束了游车盒 我们回到了QE Park 这里也是Oak House项目的后花园 一览当趟以及西温迷人的景色 一年四季都有数不完的鲜花可以看 最后进入公园里非常享福盛名的 Season in the Park 你可以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参加项目的开工庆典 原来Oak House取名是德国著名的建筑学院 包豪斯包House的那个House 那么项目的设计风格呢 整体也是偏现代风的 他们还拥有现在时下最火的顶层阳台 当然了 Evergland的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的 他们目前在高贵林正在筹办一个 100多户的大型Townhouse项目 大家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哦 好了 关注兔子姐 大家一起吃喝玩乐温哥华